農業不只是自己要做到精明排放而已 那我們還有跟他的那種負探的效益存在 讓我們的農業生產擁有探權 那我們探權是可以提供其他部門 包括在工商業部門 未來在探權使用上 可以由我們農業這邊來協助提供給他 那創造農業其他的更大的價值 那今天也謝謝學校這邊 國校長真的是很辛苦 那我們也非常樂意支持 我們學校就是往友籍跟成功制度報 這邊一起來發展 那今天最後進入我們今天的活動可以很成功 協助民道大選這邊 看能力怎麼樣來把這個好的東西 讓我們更多農民的知道 包括我們現在惡禮在做那個 C微量的C元素 火龍果的C 還有梨子等等這些都現在 最近也到那個維工廣場去 所以很多東西就是真的是 以後你吃這個水果 大概我維洋元素就夠了 就不需要再去吃一些保健品 我想這個是一個趨勢 真的也感謝民道大選 最後也祝福民道大選這次的這個整個展示觀摩可以圓滿成功 也希望所以各位的農民如果有農業的問題 需要我們縣政府我們絕對站在第一線來協助 再廣告一下 你如果彰化線你如果要做智慧農業 我們可以補助三十萬一堂 更大的面積可以補助到一百萬 所以你如果有興趣可以來跟我們接受 包括你要做智慧的一些監控或者是一些 灌溉管理的部分我們憲政委會加碼 所以這個部分今年都還有明年應該也還有 所以把握這兩年的時間 一起來可以克服我們極端氣候 克服我們人力不足 讓我們的農業可以增加的勇氣 祝福今天的活動可以圓滿成功 民道大學有機農場今天辦理的地攤 大作水稻輪做有機稻米的示範災培觀摩繪 民道大學有機農場從民國九十七年成立置信 一直致力於新型態的有機農法的改革 以及新型態的有機農業操作技術的改變 那今天辦理官網會主要的目的 我們利用梨扒想要取代傳統的回轉梨 不僅可以減少80%的能源耗損 每年以有機農場的面積來說 大概可以降低1.5噸的二氧化氧排放量 那也可以節省將近16萬元柴油的支出 那不僅環保,對於土地又更加的增加了炭灰的功能 那我們也使用了由有達金財公司所提供的 那細,正細酸的細 那細在目前的很多資料顯示 除了可以幫助植物生長之外 那它也對於產量,對於病從害防治 能夠達到一定程度的效果 那從去年我們與有達金財公司簽訂產學合作以來 那我們試了大豆、黑豆跟稻米 那今天展示的是有機稻米輪作的結果 我們發現一騎大豆、一騎水稻的輪作 大概可以增加60%的單位面積產量 再加上正細酸的使用,又可以額外增加20% 所以一騎稻作有機米的產量 平均來說一公頃大概可以達到7噸到7.5噸 超過我們當時所設計的預期 我們希望將這一些好的栽培技術的改進 包含了整工、包含了自動化的操作 包含了一些大型農機具的使用 以及無人機等等的現代化的設備 能夠讓台灣的有機農業往前更進一步 台灣有機農業的發展能夠跟世界接軌 最重要的是讓台灣願意投入有機農業生產的農民 可以藉由新技術的改進